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1月3号 中国大陆四大门户网站和微博等社交媒体 都转载了中共前党规江泽民 新年在海南东山岭旅游的消息 但是随后又全部删除 这引起外界关注 就在消息删除的第二天 在江泽民的老家江苏省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宣布接受调查 成为2015年第一个被调查的副省级官员 而江泽民旅游之地的海南省省长蒋定之 也在消息传出的第二天就辞去了省长职务 引起外界联想 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江泽民露面的消息 和这两名官员的动向有关联 但是外界认为 由于江泽民身份特殊 有关消息的放出和删除 背后可能都有不同寻常的力量在运作 上海外滩 踩踏事件的遇难者家属 因为不满当局对事件的处理缓慢 日前举行抗议活动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1月4号 数十名遇难者的亲属 聚集在上海市政府大楼前 要求当局做出赔偿 并领回遇难者的遗体 报道说 当局目前仍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 而大多数遇难者的遗体 则仍然停放在太平间 但事件中的外国遇难者 一名台湾人 还有一名马来西亚人的遗体 则已经被家人领回 大陆遇难者家属要求能够同等待遇 尽快领回亲人的遗体 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当局拒绝 12月31号的晚上 在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上 发生了人踩人的悲剧 造成至少36人死亡 49人受伤 上海警方承认 踩踏事件发生的当天 警力部署不足 1月5号 香港警方开始了 对占领运动参与者的第一波 预约拘捕 香港媒体认为 这是当局对抗命者的秋后算账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的探员 当天已经逐一致电给占领行动的组织者 约他们到警署协助调查 并表明他们将会被捕 据报道 首轮预约名单大约50人 香港学运领袖 泛民核心成员 还有战中三子都榜上有名 报道说 即将接受第三度被捕的 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 真普选的抗争绝不会因为秋后算账而休止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